您现在观看的是《奇想天外工作室》配音作品 这大热天的一点干净都没有啊 请接快点拿个扇子给我啦 美香你应该多留意一下周围人的想法哦 我可是在担心你啊 哎呀呀你居然会担心我 你要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倒下了 可就加重了我这边的负担 那个女孩她还好吗 嗯还好吧 对了我也得到了关于半身死灵的情报 进入正题了 虽然有提到这个家伙很危险会害死人之类的 但不可能读了相关文字就会死吧 你要读读看吗 嗯 路导立子 也就是说 这个半身死灵是由过去真正死亡的女性的鬼魂化成的 详细知道这件事的人 会在三天内被半身死灵杀死吗 这的确有点恐怖 说起来这个详细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呀 也太可疑了 反正不过是一个借着半身死灵名义犯下的连续杀人案吧 但是把整个下半身带走这一点实在是有够恶心的 难道是要做内当的事吗 这么说的话至少你是安全的 杀了你啊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调情了 昨天那份文件你真的读了 你居然会出门还真是稀奇啊 白化病人照到太阳的话不是很危险吗 我可不是什么白化病人 另外别把我当成家里蹲好不好 昨天本来有个东西要和半身死灵的资料一起给你的 因为忘记了所以今天特地来一趟 那是什么 这是可以驱逐那个家伙的东西 里面有咒语和护身符 不拿着的话可是会死的吗 其实我也是靠着这个东西才活到现在的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 半身死灵什么的根本不存在吧 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不只是相信我半身死灵 你还亲眼见过它喽 太好笑了 你是脑子中熟不好使了吧 我劝你啊还是赶过去医院吧 好吧 既然你专程送过来 那我就好心收下吧 俊姬 我们该回去了 不好意思啊 美香那边我会好好说它的 对了 这个是我的名片 嗯 如果你有相关情报可以提供的话 请务必联系我 好 那么告辞了 为什么我要为了一个那样的家伙 特地跑过来啊 美香 你那样应付他真的好吗 没事 相信幽灵存在的人 没几个正常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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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妄想而已 不可能存在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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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有人 我傻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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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夏 對不起 其實我並不相信你说的话 要是再稍微和你談談就好了 嗯 反 interior 是死林 把小雪的角給您斋了 爹 不见了 只要我的新闻能上头条 犯人是谁都没有关系 人类的身体比较结实 女人的力气很难把它切断 所以犯人是男性的几率很高 去这样解决的方式来写吧 早上好啊 梅香 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吗 没有 别说是半身死灵的情报了 就连写个大概的东西都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果然还是想要照片呢 要是有一张能应付过去的照片 不管是不是真的也OK了 我说啊 这件事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 随便写写的话 不知道会被其他人怎么议论呢 说叫什么的还是算了 说起来信件 你那边有得到什么情报吗 在这里了 我昨晚去调查了一下 看看以前是否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又是文件夹呀 实际上 这几年间发生过好几起 类似的下半身被带走的杀人事件 最终都被当成交通事故 或者猎骑杀人给结案了 然后 这些类似案件的最开始的受害者 是一个名叫 露倒栗子的人 和之前那个文件里的名字一致 这个女孩在深东倒在了铁轨上 被路过的电车碾压成了两半 怎么了 没事 感觉刚才好像有人在看我 拥有一颗总是能感到被人注视的心 才不会寂寞吧 拜托 我还没有寂寞到那种程度 好了 明天开始两连休 我们各自都再去调查一下吧 嗯 美香 吓死我了 露倒栗子的资料 你是什么时候看的 这个一下子也想不起来 话说你怎么会在意这种事情啊 昨天也是特地拿奇怪的东西给我 怎么 今天又有什么新情报了 听着 我是来救你的 救我 从那个猎骑杀人犯手中吗 那是半生死灵 这不是什么猎骑杀人 是实实在在的诅咒 你差不多行了 我可是有忍耐限度的 的确下半生被带走的案件之后一直没有结束 这个是事实我认同 但是你真的认为是邪恶幽灵在作祟吗 你凭什么这么有自信感断言 因为 我的朋友就是被半生死灵杀死的 你是想靠这样的耿声电视吗 想作为恐怖综艺的艺人一举成名 对不对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些经纪人哦 他们呀或许可以听听你的这个 给我适可而止 你这个混蛋老厨女 话说回来 你要是真的相信半生死灵的存在 为什么还要把资料交给我 退一万步说 半生死灵真的存在的话 资料不会那么轻易给我的吧 光是这一点就很可疑百化女病人 是你那么低声下气的求我 我才给你的好吗 而且昨天给你的护身符里 也写好了使用方法 你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话说回来 正是因为你是个什么都不相信的蠢货 所以才让我这么担心 你应该谢谢我才对 谁叫你多管闲事了 马威陈才林没事 谁求你了 谁低声下气了 拜托你说谎之前 也要打个投稿好不好 我要用媒体的力量 把你欺骗别人的肮脏声音 公布出来 你就做好觉悟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你以为我想看见你吗 你这个老雏女 以后想道歉也来不及了 你就等着被半身死灵 扯成两半吧 臭婆娘 嗨 这确实是回家那条路啊 怎么这么暗呢 李娜 我说了不想再看到你了吧 我这是自己下自己 不可能 不可能的 难道 那个猎劫杀人犯这次是盯上我了吗 要不报警吧 不 也许只是我的错觉而已 对不起 对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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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生死灵吗 真是胡说八道 不过是借着半生死灵伪装的杀人时间罢了 但是 确实有人看到过呢 明天好好休息 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出去就好了 嗯 对了 反过来说我只要三天内没有被杀死的话 犯人就会放弃了吧 一定是的 嗯 嗯 文件已经给他三天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 不管他了 那种家伙 要死就去死吧 我的手机呢 啊 啊 在这儿 或许 他已经死了吧 啊 啊 啊 前辈下个礼拜也要毕业了呀 一年真的过得好快呀 嗯 虽然这么说有些突然 不如举行毕业典礼吧 就我们三个 就我们三个 好啊好啊 就当是留作纪念 嗯 嗯 嗯 接下来 由在校身为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 初音未来 请起立 到 啊 你这样还真是有点羞耻啊 丽娜前辈 请你以后也不要忘了你曾经帮助过我 也希望接下来你能去帮助更多的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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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已經睡了嗎 對了 名片 喂 請問哪位 喂 你是美香的朋友 親戒對吧 呃 對 沒錯 請問你是哪位 抱歉 突然給你打電話 我是袁鋒 是他的朋友 我們前天見過 你還給了我一張名片呢 哦 袁鋒小姐 那天的事情真是很抱歉 那之後我已經狠狠地說過美香了 那件事就算了 你快告訴我他家的地址 我現在還不知道他住在哪兒 呃 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還用說嗎 等等 還是先別把這個人捲進來比較好 呃 不是 前段時間那個傢伙來我家的時候 有東西落在這兒了 我想給他送過去 但是他的電話一直打不通 所以只能來找你了 美香落下的東西 要不我替他去拿吧 我們在一個公司上班 如果不是很急的話 我待會兒過去 不用了 不麻煩你 我現在就給他送過去 你快點把他家的地址告訴我 呃 這個 呃 但是 你少啰嗦 快點把地址告訴我 你少啰嗦 快點把地址告訴我 嗯 我連眼鏡都沒摘就睡了嗎 嗯 我什麼時候開的夜燈啊 已經這個時間了 休息日無瑟事事了一整天呢 這 這是什麼 啊 啊 啊 別 別過來 別過來 打開 明明沒有死我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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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救命救命啊 救命 不要吓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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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没瞎 远峰小姐说 你有东西拉在她那儿 所以她给我打电话了 我就把你家的地址告诉她了 没关系吧 姐姐 快来救我 怎么了 突然杂音很重 我听不太清楚啊 你在说什么呢 快来救我 白石子铃 白石子铃出现了 电话被挂了 是被蟑螂吓到了吗 不会吧 电话怎么挂断了 为什么 无所找的 负责 俺 嫁 你 艾 兽 我们 نہیں 有 吗 吗 但是 雷... 雷...雷... 雷 雷娜 好吧 看到你还活着 我就放心了 能赶上这事太好了 对不起 我之前还说你胡说八道 绝对很对不起 先别说这个了 之前给你的护身符在哪里 在 我的房间 我记得应该是掉在床下了 对不起 我以为那个东西是奉剑迷信 就没有保管好 等活下来了 再好好道歉吧 我会慢慢听你说的 美香的房间在哪里 在楼上 你的家人呢 他们都在外地工作 现在就我一个人看家 半身死灵的本体 是露倒栗子这件事 你是三天前的几点知道的 这个我记得是 我记起来了 没错 就是二十点整 还有十分钟 嗯 我知道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你不要离开我半步 嗯 咪咪你都不相信幽灵这样的东西 干嘛还这么害怕 你别说了 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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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丽 丽娜 你突然这样 要干什么 待会儿不要睁开眼睛 虽然接下来 只要一直跟在我身边 就没什么大碍 但那个半身死灵 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的话 你会受不了的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有直面恐惧的自信吗 嗯 那个半身死灵的咒杀方式 首先就是让受害人精神崩溃 精神崩溃之后 就更容易杀死目标了 所以他才会那么死缠烂打 嗯 原来如此啊 难道他 就在前面 没事 他不在了 你之前说护身符在床底下对吧 嗯 床下这种高度的话 人还是能钻进去把它拿出来的 但是 我来拿吧 美香 你钻进去的时候 我可能会被半身死灵袭击 所以丽娜还是在外面守着 由我钻进去拿比较安全 而且 是我把它调进去的 嗯 嗯 的确 我在外面守着美香去拿护身符 才是最安全的 没有看到半身死灵的踪影 趁现在吧 还有四分钟 应该能赶上 啊 找到了 好的 小心别碰到头 我 不要 美香 这是什么 我当时遇到她的时候 可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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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 鹿鹿是仮面oko 鹿鹿的死是死人 鹿鹿的死死人 鹿鹿的魔是悪魔 虐火 小心帮帮帮 放开帮帮帮帮 回地狱去吧 回地狱去吧 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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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h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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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conserv ahuhuh wuhuh-hu 二十点零一分 驱轨成功 感谢您的光临 你还要失落到什么时候啊 既然已经得救了 就打起精神来啊 对不起 那个 难道你的朋友就是 在您前 我刚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家伙 那丽娜怎么会平安无事呢 因为一开始 我对那个家伙的过去一无所知 真是的 后来知道这个故事后 就和他脱不开干谢了 在那之后 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用最强等级的咒语驱逐了他 那个家伙咒杀失败的人 除了我之外 你可是第一个 既然被害人没有增加 公布真相也没有意义了 毕竟谁也不会相信 有半身死灵的 不过 其实我也不知道 以后那个家伙 还会不会再去咒杀其他的人 你居然有这样的过去 为什么昨天我们吵得那么厉害 你还要来救我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见到了你 我想起了以前的朋友 所以我不想你死 然后你现在还活着 只要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妹 妹香 你没事吧 莉娜 不管怎么说真的很对不起 因为在这之前 我对你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真的 真的很谢谢你救了我 那就来点惩罚吧 以后可不许再说 幽灵不存在之类的蠢话了 而且我之前也打了你 就让两亲了 驱逐了一次半身死灵之后 他就不会再来咒杀你了 你就安心吧 今天开始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 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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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